新冠疫情近期在欧洲大幅反弹 其中疫情告急的英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了200万大关 过去7天的平均死亡人数也超过400人 作为第一个启动大规模疫苗接种的西方国家 正当大家以为能够从疫情当中喘口气的时候 英国近期却出现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变种病毒株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新变种病毒传染性比普通新冠病毒高出了70% 虽然更容易人传人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变种病毒更致命 也没有证据证明变种病毒会影响疫苗的功效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为了遏制疫情蔓延 约翰逊宣布今天开始伦敦的疫情警报级别升到第四级 伦敦再度封城 那同时早前宣布的五天松绑圣诞节过节计划 也随之取消 不过为了能够在佳节期间 可以跟自己的亲友见上一面 大批的民众都纷纷赶在封城前夕 涌入了各大车站 试图要在封城令生效之前 逃离伦敦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这不禁让人担心 病毒很可能随着返乡人潮 进一步扩散到其他城市 伦敦等地即将再度封城 大批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参与反对封城的集会 同时也在现场暴雨虚声 强烈表达他们对新一轮防疫措施的不满 虽然伦敦警方加强精力维持秩序 但是示威最终还是演变成了警方冲突 警方后来一共逮捕了27人协助调查 虽然有部分民众选择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不满 但是面对圣诞节即将来临 有伦敦民众却认为封城措施无可避免 敢在封城前出外雪拼 为佳节做最后冲刺 我对这些人很惊喜 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只需要希望能够到最好的 然后去买房子 数据状况都升了 所以我认为它是需要的 这不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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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没有办法避免 请不吝点赞订阅